说句实在话 当年说那你要挣一千万 是赌气说的 还是真的是有意而为之呢 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还只是个无所事事的富二代 他每天开着豪车 住着豪宅 想着今天去这里玩 明天去那里吃好吃的 他当时我也知道 他在北京有一个乐队叫三维雨 但他更多的只是当成一种副业吧 认识他之后 他说没有见过像我一样特别的女生 当时我坐在KTV里 他说明明 我没有见过比你更漂亮的女生了 我说你当时只是看上我的外貌而已 其实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后来他穷追不舍 我有点烦了 我的性格也比较急 我就跟他说 你走吧 我不需要一个没有事业的男人 我希望有一天 你能够学会单单 用你自己的双脚 能够站在这个社会上的时候 再来找我 就当你挣到一千万的时候 做一个证明吧 当初你向他提出一千万要求的时候 你心里是不是觉得他压根就达不到 那是一种拒绝的方式 多少是有这样的成分 大部分 但是也有一小部分认为 他是有这样的能力 是的 因为我后来坚持过来发现 其实他是一个很有责任性的男人 我只是希望他能够学会单单 他的肩膀有一天能够让我放心地依靠 让我觉得这个男人就算脱离了家里人 也能够承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 值得我托付终身 冒昧地问一下 你的家境怎么样 我家境还可以 跟他差不多吗 比他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你眼光不错 你知道那些妖精一样的女人是不好的 这样的一个女人又长得漂亮 又贤妻良母 小小年纪 这个很有一种这种贤惠的特质 而且又持家的概念 很大家闺秀的感觉 其实我也是靠感觉来的嘛 你感觉蛮好的 接下来就靠你自己的那张嘴 和你的一颗赤子之心了 我告诉你 你前面像一百米 跑了前面九十米 最后还有十米 留在我们完美告白的舞台上 感谢你对我们舞台的信任 但是这十米很重要 接下来是黄海滨的告白时间